这段的节目存股组小资组请注意了 进入9月份多档的高股息ETF即将进行除息了 所以除息之前陆续公布了配息的金额 包括了有这些 配息的金额赶快记下来有这些 那有一些是既配有一些是月配的 所以投资人现在都已经很聪明了 算一算配息金额 然后赶快去换算它的年化配息率 于是进入这段的大主题 我们来讨论 例如说刚刚中间有一档00919 最新公布的配息 大家算一算连续两个季度 年化配息率破了10% 所以网络上说它是货真价实的高股息 真是如此吗 我们今天除了要破解之外 我们最重要教大家 怎么样判断一档高股息的ETF 这一次配高息之后 是不是能够稳稳的都配高息给您 我们请您上台来 先来看看既然要举例 我们就举00919 这次的配息水准如何 好我们来看 这是目前网络上讨论升量最高的 因为从众多这些所谓高股息相关的ETF 去比较就是上一次到红色的柱状底 是最新一次 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几家ETF里面 这个00919群益台湾精选高股息是最高的 这次高达10% 它费多少钱 费0.54元 对然后相当的惊人 所以网络上会开始讨论 这么高是不是只有一次 因为有些是像这是忌配的 那把它换换成年化报酬率 当然是10% 那大家心中就有个疑问 它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在未来持续性的配息 这个是投资朋友 买这些高股息ETF 最关心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带各位去看 它到底有没有能力 在未来甚至从过去的一个数据 来去做一个推演判断 然后你买这档ETF是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高股 因为从00919来看 它目前股力加上收益评准金 大约有2.66元 那以目前的净值来看20.46元 大概我们就大概会用那种推估的方式 就是它的配息能力 配息金额除以净值 就是属于它的配息率 大概有13% 那我们刚才最关键的讨论一点就是说 除了这个有潜在有13%的配息率之外 它有没有未来能力持续性的配出 因为我们刚才有举例 它9月份它即将要配0.54元 它是继配一年配4次 那目前它可以配息的金额有2.66元 对 然后这一次要配0.54元 所以你大概把它假设 我们假设每一次它都配0.54元的话 它未来可以配到4.90元将近5次 等于是说它未来还有5次 加上9月份这一次 每一次它都可以配0.54元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想见的 大概未来这一年 因为每次都继配 假设这档ETF都是配这样的一个金额的话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绝对有 其实以它的一个群星精选高股席来看 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就是持续性的做这样的稳定的配息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其实它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它的一些持股的调整 都会密集参与这个5月份 会做一个持股的调整 所以你看其实9月12月这种密 尤其6、8月 它是密集参与的一个除息 所以它在后续性上来讲 它就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一个 配息的一个动作 它每年5月会做一个持股上面 再去做一个转换 所以6到8月到明年 因为这一次是2023年6到8月 它密集参与除全息 所以后续性它有能力配出 然后到2024的6到8月 又再密集参与除全息 在往后的这4次 就是到甚至到2025 它也有手上有足共的 这个所谓的配息除息来的一个金额 在发放给它的一个投资人 你说它一年调整两次 调整两次 所以它调整的逻辑是什么 能够确保说接下来的除息 配息都会相当的稳定 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逻辑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说它一年调整两次 第一个是在12月 那因为12月份 我们可以从已经公布出来 前三季的一个财报 EPS去推估 哪一些公司在今年会赚得不错 那可能在明年 它就有机会配出不错的现金股利 它会从锁定高股息 做一个预测超前部署 先从假设在今年2023 它在今年的12月 它会从前三季的财报 去找出来这些获利不错的公司 然后推估它的配息的金额 然后跟它的股价相比 值利率高的公司 它在12月份会先筛选出来 所以就先纳入成分 那第二次当然就更精准 因为第二次就是5月 我们知道在5月份 很多企业就会开始宣告 他们今年要发放多少的现金股利股息 那就可以更精准的找到 这些高股息的个股 所以从12月先做一次预测 然后到5月份再做更精准的一个调整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5月份调整完之后 你6到8月没有意外的话 都是可以参与非常精准的这些 高股息的个股 参与它的一个除权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 第一个它是相对的稳健 而且这样ETF它每档个股 都有设定一个持股上限 不超过10% 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更平均的 就是比较不会受到单一个股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它的一个获利 就是说它的配息的能力 我觉得它是更为稳健的 OK好 如果它一年调整两次 然后又有所谓的除息行情的预估的话 我在介入的时间点 你会怎么建议 因为原则上这种高股息 我会建议就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做 因为它是继配的 那当然如果以前一波来讲 你在19块6以下买进的话 那时候配息率 年化保守率可以到11% 配息率来讲 那目前来讲 大概它是借在20到22元的区间证 对 那我会建议这样做 因为它现在大概已经有走到这一个箱形区间 对 那我刚刚有谈到 因为它9月中即将要做一个出息的动作 所以我会建议 因为它现在还处于这个箱形的一个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在这一次9月份出行前 你可以先行先卡位 因为你现在进场 差不多就21块6 你现在进场它的那个年化配息率是高达10%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我觉得算是相当好 所以现在进场我觉得第一个并不算是追的太高 因为它配息率都有10% 那你可以这样做 假设它在日后有再回测到可能接近20或19块附近左右 你可以再做一个加码 你大概可以采用 因为它是继配 你可以每个月每个月 用固定的金额去做一个布局 这样你的成本会比较平滑一点 不用担心说我一笔买入 会不会这个地方追高 假设就像这个地方 8月份行前很好 一买你会有短套 那你可以分 比如说每个月固定的一个期间做买进 就像这一次9月18除息 除息前你先买一笔 除息后它可能还会有一个除息的缺口 你那时候再把你剩下的资金 比如说10月份或者除息完再去做卡位 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好 9月18除息有什么提醒 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因为这一次的配息率很高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高股息 然后这种ETF 一定要参与这次的除息 所以9月18号以前你一定要买进 就是最晚最晚9月15号以前你一定要持有 你就可以参与到9月18号的一个配息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操作这些所谓ETF 你一定要去留意它的这溢价相关的一个幅度 那原则上就我的观察 其实它都是蛮合理的 大概都是在1%以内 并没有所谓什么大幅度的溢价 只是投资人在买卖前 你还是要留意市场上的变化 不过原则上因为这档的量跟流动性都相当好 所以原则上它不会偏离禁止太远 大概都是跟市价跟禁止 都是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幅度 了解好谢谢玉堂 请先回座了讲两个重点 来再来复习下今天给您上的课是高股息ETF 9月陆续要进行除息了 但是这一次配得不错 我怎么样能够确保以后都能够配得不错呢 今天举例的是最新公布股息配发的00919 9月配息0.54块钱 在很多的高股息当中 它算是目前配息率相对不错的 连续两个季度 年化的配息率都有10.4% 那重点是我要怎么样确保这一次配得好 下一次也能够配得好呢 玉堂告诉我一个逻辑 因为他最新公布可配息金额是2.66块钱 很简单的数学 这一次配了0.54块钱 那就用可配息金额去除以这一次配息的金额 除出来算出来 接下来预估大概有4.9次快要5次都能够配出如此的高水准 那我就问存股不仅仅图的是未来的三次四次五次 能不能更久呢 玉堂说按照这样的逻辑配起来 每一次的除息再加上了调整的持股再参与除息 现在能够确保的是至少在一年甚至往前推两年 都能够给您高股息的一个预期 好 那我就问了 如果这00919能够给大家长期的高股息 到底他每一次的季度调整 他的选股逻辑是什么呢 第一阶段12月玉堂告诉我说 他按照前三季已经公布当年度的EPS 赚了多少钱去回算 可能再隔一年可以配多少钱 这是第一次的调整持股 第二次在5月陆续召开了董事会指寒拍板定案了 的确我就能够配这么高给你 这时候再做double check 再把一些个股纳进来 因此选到的是精准的高股息个股 好 这样的逻辑确保在接下来 除了高股息这一次之外 也能够长长久久的高股息 那我就问进场的策略怎么抓 上一次再宣布配息的时候 股价的区间大概是在这里 所以值利率有11% 现在00919已经涨上来了 涨到了这个价格 但是年化的配息率还是有10% 所以如果存股足您手中设定的标准 是年化配息率10%的话 最近这个区间买进没有问题 如果你再贪心一点点 想要年化配息率再高一点点 可以等它回到这个区间再进行进场 但无论如何 如果你要掌握这一次的除息行进的话 9月18号多档的高股息ETF 都要进行除息 包括了00919 记得之前最后买进日在9月15号 最重要最重要 溢价超过1% 行脉冲锋 要注意一下稍按勿造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后要告诉您 最近Tesla的股价跟在做云霄飞车一样 上礼拜四才说 从低档反弹已经涨了20% 没有想到礼拜五这么一跌5% 怎么一回事 中国有新车上市 新的款式 但是价格却在台湾最近 扫到台风为了大降价 这么一上一下 对于电动车产业 将会造成什么样子的波澜 休息一下 君老师告诉您